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 最近有看我影片的兰花朋友呢 对这两颗应该不陌生喔 但是这两颗呢 是另外两颗超市兰花 然后他又再一次复花的时候 又来双花梗的一个 影片记录 我这种兰花一共有四颗 那如果你近期没有看到 另外那个影片的话呢 应该不是前一周就是前两周 这个影片的前一周或两周就有发布喔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影片 那这两颗呢也是一样是 今年来花是 也是双双都给双花梗喔 他们基本上我想应该就是有双花梗的基因 那另外那个影片呢 如果你去看你也会知道 你也会听到我提到 他们这两这两这种花啦 他在煮花梗开完之后呢 去年喔 他在每一个花节上面喔 花梗上面的节点上面的都在长出刺花梗 然后再继续开花 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开花周期啊 对我来说感觉就是一个 很好的 surprise 很好的惊喜 因为你付一次钱 但是他开完一次花 本来以为要再重新等一年就马上又重新 刺花梗又来花 那这一次的这个开花周期呢 他们的双花梗呢 也跟去年一样喔 长得差不多还比去年稍微再好一点 就是说朵树方面啊 他们有比去年还要再更好一些 至于今年会不会再有刺花梗的出现呢 我们就有待观察 这颗兰花非常的香 而且当时我购得的时候应该 嗯七八块美金吧 我不记得了 但是绝对没有超过十块 是蛮便宜的超市兰花 之所以会 买到四颗是因为他们会香 那我本来只有买到三颗 后来又回充回去把第四颗 就最后一颗也 买下来 因为呢 有四颗的话 如果我要做一些 不同的种植方式来进行实验的话呢 会有比较不同的变化跟参考点 但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为这些 兰花来做 就是 实验喔 如果有的话呢 你一定会看到影片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下一次你们再见到他 就会是他们的开花影片 那在这种兰花 就是一般兰花也不是说这种 他们在成熟花包正在开花的那个期间呢 其实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温度啊 环境上面的一个控制 否则的话 有时候会有 消暴掉蕾的现象 那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有办法有中央空调 像我家有的话 我可以尽量就是调一个 固定的温度 那这样子你这个因素就 比较不会 太需要去担心 除非说是 外面的天气 有那种 温度非常 大的这种 温差 早晚啦 那就还是有可能会 消暴掉蕾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能够用中央空调去控制 他温度的话呢 是 比较不会有那样 温度上面 的 呃 就温度造成 消暴掉蕾可能会比较小 再就是湿度了 这湿度的部分呢 就是 要特别去注意啦 你如果家里比较干 建议你会 就是 就是添加一个加湿器 然后呢 再买一个这种 湿度的 这个测量器 来去看 他的这个湿度 一般来说我 我的家里面 维持大概就是 50%的湿度 就可以了 60的话呢 因为在美国南部 德州这边 呃 他蛮容易达到60 因为还是相对比较潮湿 所以我60是OK的 我不喜欢 把家里的这个温度 湿度 弄得太高 因为你如果有一些皮革类的东西的话呢 湿度太高很容易会发霉 再来就是啊 我长花包的时候呢 不要一直去挪动它 你除了浇水之外 甚至浇水我都是 就定位给水 就想办法 之前呢 也有 跟蓝友分享我的一个秘诀 其实就是用 针筒 用针筒 取定量的水 然后就定 不用移动它们 你就直接把针筒插进去 然后往里面喷水 就这样子 好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去买那种20ml30ml的针筒 就能够用了 那 前面的部分你不需要有针嘛 反正就是粗粗的这个 有出水孔 然后把它注进去就可以了 否则你太常挪动啊 有时候兰花遇到一些打扰 它也会 小包钓给 钓雷给你看 那最后呢 其实小包钓雷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病虫害啦 但是 如果你都养在家里面 然后其他兰花都没有病虫害的这种迹象的话呢 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发生 不过呢 还是需要常常的观察 因为有时候呢 像比如说 芥壳虫这种啊 它突然间会 就就冒出来 你会不知道它从哪里冒出来 然后就偷偷长在叶子的背面 那所以呢 就是平时啊 在观察兰花的时候呢 还是要去注意这些 在兰花 叶子背面的一些病虫害的这个现象 看到这边呢 这就是它们盛开的时候的样子 我比较喜欢呈现的就是 它们盛开的时候我才拍 就是录制影片 那但是有时候有些兰花 它的开花周期前后比较长 有时候就是前面开的话已经开始卸了 然后还有花吧还在长 那那个时候就 比较没办法 但这种花呢 这颗 这种兰花 它们 基本上开花的时间啊 都蛮一致的 所以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盛开的景象 它们到现在已经是经过了在我家养护一年 它重新复花嘛 那你背景上有看到 它们其实也长蛮多的气根了 所以就如同前面那两颗 我这两颗呢 一样是在这次开花周期结束 我就会对它们进行换盆的动作 主要也是要把这个气根 重新再种回去戒指里面 容器的大小一样就是16盎司的杯子 就是它们现在的外杯 我会用这样的大小的杯子来种 那戒指的部分呢 我会采取戒指的 就是无稽的戒指 然后是传统的种植方式 就是它们杯底下面是有洞的 那一样是内外杯交叠 所以如果我要在就是做 搬水 戒指伴水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应用 我能够 呃 来来就是 来来去去的这样操作 传统种植 或者是戒指伴水羹这样子的应用 那气根多 种进去好处就是它有更多的根系能够吸水 吸收养分 所以对他们兰花的这个 生长会更加分 那 呃 接下来呢 我如果有做换盆的话 我会尽量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对他们怎么进行换盆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种兰花 或者是各方面的养护呢 都可以询问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们再来做 找时间为您做解答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通知铃铛 谢谢你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 请倒订阅我的频道 看我如何